欢迎收听《冷王独宠依妃》 番外之醉里寻欢玉宁谋 神隐卖风的思源连媚演播 第六集 楚洛黎神医的名头当然不是说说而语 三天之后 玉宁谋的右腿已经基本恢复如初 只剩一些浅浅的疤痕 消除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后他收拾行囊 准备杀回去找于飞红算账 谁愿意被人当白痴耍 是他师父也没商量 思云阁一共有九层 也不知道沈醉欢多怕这个师妹插翅膀飞了 把他安排在了顶楼 最过分的是每层楼都装有机关 要想下楼爬窗户是不可能的 必须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下走 收拾好包袱 玉宁谋双手插着腰就下了楼 那姿势绝对影姿飒爽 谁知刚刚走了没几步 他就一下子停住脚步 师兄 八楼的楼梯口沈醉欢抱着胳膊 靠着栏杆 凉凉地看着他 你就不能够有点女孩子家该有的样子 整天这么四皮八叉的 玉宁谋一声冷笑 哼 你管我 我乐意 我要回去找师父算账 麻烦你把我送出去 我可不想变成独腿美人 沈醉欢姿势不变 笑得倒是邪气 就算真的变成了独腿 那也不是美人 是个独腿男人婆 你 玉宁谋瞬间大怒 跟着摆了摆手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磨牙 你要是不肯送我出去 我自己走 让开 他几步来到沈醉欢面前 伸手要把她推开 可是眼前一花 沈醉欢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腕 拖着就走 练功去 我才不要 玉宁谋忍不住大叫 放开我 我要走 沈醉欢头也不回 猛一用力 在她脉门上捏了一下 玉宁谋便感到 半边身子又酸又麻 哪里还使得出半点力气 瞬间被她拖出去老远 完全无视她即将喷火的目光 沈醉欢很快就把她扔进了练功厅 你内外功都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我先教你一套碎魂掌 明天这个时候验收 我才不学 玉宁谋翻个白眼 转身就走 叔兄 你很闲吗 放我走 该干嘛干嘛去 沈醉欢的回答很简单 刷的一掌劈了过来 看好了 这是第一掌 玉宁谋吃了一惊 不得不拧身躲闪 可紧跟着她就发现 四面八方全是沈醉欢的手 没等她反应过来 尖头已经啪地中了一掌 顿时痛地尖叫 你来真的 沈醉欢冷笑 双手不停 我保证假不了 你再不用心学的话 打死无怨 啪 另一边的肩膀又中了一掌 玉宁谋又是一声大叫 终于看出沈醉欢不是开玩笑的 顿时起得哇哇乱叫 我就不学 有本事 打死我 巴掌声不断响起 玉宁谋已不知中了多少掌 虽然不至于伤筋动骨 剧痛却也不是假的 很快就觉得 好像真的被捏碎了一样 连尖叫声也开始有气无力 师兄 你太狠了吧 最后一个巴掌将她打飞了出去 沈醉欢才终于停手 好了 这就是全部的招数 练吧 明天这个时候我来验收 合格的话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不合格 哼 响 他关上门扬长而去 玉宁谋顿时大怒 脚尖点地 飞到门前 猛地扬起了手掌 别白费力气了 沈醉欢的声音 突然从门外传来 这扇门看起来普通 凭你的本事绝对打不开 不信你试试 响 玉大姑娘一向是不见黄河心不死的 要是换了别人 特别是九天阁门下的人 绝对不会怀疑沈醉欢的话 可在玉宁谋这里 谁说都不好使 她必须亲自试过 才会死心 所以沈醉欢话音未落 她以狠狠一掌劈了过去 那扇看起来薄薄的木门 就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巨响 丝毫无损 走出去不远的沈醉欢 被那声巨响震得缩了缩脖子 急而咬牙 这臭丫头不按常理出牌 不是告诉你打不开了吗 看来有必要教教你 什么叫信我者的永生 不过这下子要是不疼个半死 我就佩服你 至少这次还没机会让她佩服 玉宁谋蹲在地上 左手紧紧攥着右手 眼泪都下来了 疼死我了 混蛋 这扇门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怎么这么结实 凭他这位四星灵力高手 居然连扇门都打不开 那还混个屁啊 许久之后 手上的剧痛才渐渐退去 玉宁谋站起身来打量了一圈 这座练功厅空空荡荡 窗户只有拳头大小 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旁边摆了一个架子 刀枪剑戟 抚越勾叉 十分齐全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找来找去 他终于在角落里看到了一扇门 顿时眼睛一亮 登登登跑了过去 不过隔了片刻 他就咬牙切齿地退了出来 还以为是出路 原来后面是茅厕 也就是说 进了这个鬼地方 除了方便之外 其他的就不用想了 乖乖练功 恼怒之下 玉宁谋干脆倚着墙壁坐了下来 没多久 抱着脑袋苦思冥想脱身之侧的他 就慢慢躺在了地上 睡得云山雾照 太阳落山的时候 沈醉欢有事从练功厅附近经过 特地折回来 透过小小的窗户往里看了看 顿时满脸黑线 丫头 跟我作对是不是 我保证 你真的会后悔的 朝阳出生 天地间一片明媚 推开练功厅的大门 沈醉欢一个巴掌劈了过去 起床了 玉宁谋是真没舍得委屈自己 居然一直睡到现在 沈醉欢这一个巴掌拍过来 落在了他脑袋旁边的地上 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他才一下子蹦了起来 谁 我 沈醉欢微笑 时间到了 我来验收 跟我来吧 隔了一会儿 玉宁谋的大脑才渐渐清醒过来 跟着冷笑 一眼收个毛线 姑奶奶一招都没学会 你能怎么着吧 还没站稳的 沈醉欢已经顾忌重施 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拖进了竹林 到了 准备好 玉宁谋愣愣了一下 沈醉欢挑唇 抓住他的胳膊 飞升而起 落在了横杆的终点处 现在我用另一套掌法攻击你 碎魂掌正是他的克星 如果攻击结束之后 你还留在杆子上 那就过关 反之 那就必须接受惩罚 哼 玉宁谋哼了一声 身形一展就要离开 没功夫陪你玩 哼 沈醉欢一声冷笑 紧跟着是金属撞击 哗啦声响起 玉宁谋便感到脚腕一紧 立刻被拽了回来 顿时一个亮墙 差点直接摔下去 重新找回平衡 低头看时才发现 脚腕上居然多了一根细细的锁链 另一头在沈醉欢的脚腕上 这还有得跑吗 玉宁谋瞬间大怒 你 沈醉欢又挑了挑唇 勾出一抹邪魅的笑 从现在开始 你要接受一个事实 除非我答应 否则你走不出九重天 更不可能离开九亭阁 准备好 这就开始了 他一掌劈了过来 看似轻描淡写 其实带着雷霆万钧之势 玉宁谋毫不怀疑 如果没有足够的本事躲闪 这一掌就足以将他劈成碎片 碎魂掌 他根本一招也没学会 只得脚尖点地迅速后退 可惜脚上的锁链不过三尺长 刚退了一步 便动不了半分了 就是这么缓得一缓 沈醉欢的手已经劈到了面前 他不得不出掌相迎 谁知沈醉欢的手突然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绕过他的手 瞬间砰地击在了他的胸前 一股大力涌来 顿时失去了平衡 幸亏他也算伸手不凡 右手在木杆上用力一撑 重新站稳 才怒目等着沈醉欢 你 你一招都没有学会 沈醉欢脸上的邪魅早已消失无踪 眼中泛起了明显的冷意 这个样子的他 竟然让人有一种从心里发颤的感觉 就是打定主意 要跟我耗到底了 你确定耗得过我吗 这一刻 明显了 我影片要讨厌 你提供的事